《论语》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,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论理思想、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,享有半部论语至天下的美誉,其中许多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智理。 大家好,今天我要讲的是《论语》《魏灵公篇》第24章 子宫问曰,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,子曰,其数乎,己所不欲,不施于人。 子宫问孔子问道,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呢? 孔子回答说,那就是术吧。 自己不愿意的,不要强加给别人。 中术之道可以说是孔子的法名,对后人影响很大。 孔子把中术之道看成是处理人己关系的一条准则,这也是儒家伦理的一个特色。 而就人们的日常生活说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 推己己人的精神也是完善社会功德,背后社会和谐的基础。 大家干什么事,能想一想,我这样做,对别人会有什么影响? 想一想,我这样做,别人会有怎样的感受?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。 反之,如果人们只想,只要我高兴就好,不顾他人的感受,那人们之间就没有友善,社会就不会有和谐。 话说,吕布起初跟刘备的关系非常要好,后来因为某些事情发生局雨,双方间的关系渐渐地变凉了下来。 吕布气量狭小,生性暴躁,如今一想到刘备便来气,愤懑之余便命令袁幻,让他写信辱骂刘备,以解自己心头之恨。 没想到,袁幻非但不听令,反而劝告吕布,不要采取这种不入流的举动。 吕布见袁幻拒绝服从命令,心中更加生气,便把刀剑架在袁幻的脖子上。 威胁他说,若写信则罢了,若拒不听令,便让他的脑袋搬家。 对于吕布的死亡威胁,袁幻根本无所畏惧,先是叹了口气,然后微笑着对吕布讲。 换,听说过只有德行可以用来羞辱他人,没听说过,用乌言慧语可以使人羞愤。 假设对方视为君子的话,必定不会把将军骂他的话当作耻辱,可如果他是个小人的话, 那么必定会用相同的脏话来骂将军,彼时受辱的恐怕是将军,而非对方。 袁幻顿了顿,然后接着说道, 再者说来,万先前曾侍奉过刘将军,就像今天侍奉将军您一样。 假如将来有一天我离开将军,再替他人辱骂将军,到时候您会怎么想呢? 所以将心比心,请将军三思而行。 听完袁幻义正言辞的答复后,吕布羞残之计,于是连忙向他道歉。 辱骂刘备一事,就此作罢。 好,这一章就讲到这里,谢谢。